Sony的PS5和Microsoft的Xbox Series X 這兩部的次世代遊戲主機都已經推出大半個月 相信大家都已經看了不少的試機和開箱片 而訂了機器的朋友相信都已經在玩 所以今次這條片就是拍給好像我一樣 偶爾才打機 還沒想到買哪一部的朋友看 在撇開獨家遊戲及Online對戰這些情況下 兩部機的系統、操作、畫質、流暢度 播放Blu-ray的影音表現又是怎樣呢 今次都會同大家逐一試清楚 在開始之前先多謝一直支持我們的朋友 還沒subscribe的就記得快點訂閱Price的YouTube Channel 直接按旁邊的鐘 PS5和Xbox都有光碟版及數位版 售價方面PS5分別賣3,990元及3,180元 而Xbox Series X及S分別是3,880元及2,180元 想知道它們最新價錢可以去下面Price的連結看最新報價 我們今次用來測試的兩部機都是配備光碟機的版本 它們的機身規格就不多講了 大家去看以下的圖表 在外形上一部是巨型的router 而另一部就好像空氣清新機 就這樣看Xbox Series X的立方體機身的確是擺位方便些 PS5打橫擺都幾壓榨 好在跟機有一個機座就可以打直擺了 先開機看看 兩部機的開機時間都比上一代快了很多 玩開PS4的朋友都應該幾有同感 而去到操作的介面 兩部機的佈局都沒有大改 設計一樣都是這麼直觀 再看畫面的設定 我們將兩部機分別駁去Sharp的4K Android TV 電視機本身就沒有配備Dulby Vision及120Hz的屏幕更新率 連接了Xbox Series X之後 入去設定入面選電視和顯示 就可以校正電視及遊戲HDR及其他進階設置 至於PS5就沒有什麼影像設定 只要選擇自動 它就懂得因應電視作出校正 而內置儲存方面 PS5及Xbox分別內置了825GB及1TB 扣除系統檔案 大概只有600多及800多G空間 不要以為幾百G的容量好多 因為一些大製作的遊戲 好像Call of Duty、NBA 2K21、Fever 21等等 閒閒地都有50幾GB甚至是100GB 當一隻遊戲大約50GB 兩部機都可以裝到大約10幾隻遊戲左右 而Xbox就會多一點 如果不夠位的話 還可以連接外置的記憶裝置 但PS5就暫時做不到 不過如果你都是間中先打下機的話 兩部機的內置容量都應該夠用 講了那麼久 我們立即試試打機 在講畫面及流暢度之前 先講一下操控感 來到PlayStation的第五代 Sony就用上全新設計的Dual Sense手掣 加入了動態阻力 及觸覺回饋兩個新的功能 我們就用跟機送的免費遊戲 Astros Playroom去試玩 走石子地及沙地 都很明顯感覺到不同的阻力 又或者是由左至右拉斜的感覺等等 觸控感的確是正了很多 而相比之下 Xbox的手掣就沒甚麼特別 不過手感都有稍為提升 另外就可以用上代的手掣 不過PS5就不行了 至於畫面又是怎樣呢 我們試玩下Xbox Series X的Gear 5故事模式 見到畫面非常細緻 尤其是人物的服飾及裝備 都呈現到不同的質感 效果十分之理想 至於流暢度方面 玩槍game基本上完全沒有延遲 我們再試上Forza Motorsport 7 在高畫質加上高速之下 畫面依然都很流暢 而PS5又怎樣呢 我們就分別試玩了Marvel Spider-Man 及海賊無雙3 我之前都有玩過PS4版的Spider-Man 而去到新的PS5玩 不單止畫質更加之細膩 在光暗位的細節上亦都做得很好 令到整個畫面更加之有立體感 另外在控制Spider-Man 左跳右跳的時候 可以說是用很爽去形容 就算用舊作 海賊無雙 都不會好疾 雖然畫質怎樣都會差這樣一點 只要用兩部機去玩一樣的遊戲 他們的畫質及流暢度又有沒有分別呢 我們就玩了Fever 20 在流暢度上 我覺得兩部機都沒有很明顯delay的情況 而畫面的顏色及細緻度 大家都做得很好 我們放大Fever的球員看下 大家又覺得哪個畫質更漂亮呢 至於昇華方面 我們今次就用了電視機內置的喇叭去直出 兩部的遊戲機聲效都清楚及帶有方向感 來到最後 我們用兩部機去看挑戰者一號的Ultra HD Blu-ray 在60吋超高清的畫面之下 兩部機的畫質其實都很近似 去到一些光差比較大的場景的時候 我就覺得XBOX的黑色會相對實正 而顏色方面 XBOX似乎亦都比起PS5會吸引一些 不過我們今次測試的電視就沒有支援Dolby Vision 所以就看不完XBOX在影音上的表現 而PS5本身亦都沒有Dolby Vision 這一點就會輸涉一些 試過兩部次世代遊戲主機之後 他們的性能及畫質都令人相當滿意 尤其Logame的速度及切換遊戲的反應都有大幅度提升 至於選哪部機才好 相信大家最大的考慮點都會是遊戲的選擇上 不過其實PS5現在support的遊戲就不算很多 在兩邊都沒有大作推出的情況下 我就覺得選一個申請給月費的XBOX Game Pass 會比較划算 可以玩多些不同類型的遊戲 除非你本身已經有很多PS4的遊戲 另外究竟選擇一個觸感好些的PS5手掣 或是影音表現比較出色的XBOX 亦都是一個值得大家考慮的地方 還有一樣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講 就是Price聖誕狂想曲的網購優惠開始了 一年20日 每日中52點半 都會有5款必搶的聖誕禮物推出 全場有超過300款產品 優惠更加低至一折 接下來會有不同折扣優惠碼會分段推出 大家記得要密切留意 由現在去到12月28號 在Price的網購買任何產品 還會收到由Celora、Juice 及HMVOD送出的聖誕禮物包 是否想知道有甚麼好東西呢 立即去到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去連結看看 至於XBOX的Series X及PS5 你們又會怎樣選擇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很快會有新片跟大家見面 記得Subscribe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Show Bye Bye